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学习假期的卡通课程 假期下令营阶段的我们美术的卡通人物 昨天我们画的这一张 时间的原因并没有画完 我们先把倾线工作 画完倾线 线条的部分 画到玩具的部分 其实往往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玩具 手部 那么我先继续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先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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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细致的调整 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宁可 第二节课再重新来示范 也一定要给大家画到这个部分 一定要画到这个部分 下面是火焰的头发 火焰型的头发 有很多阴影 这个需要大家去画 那么这个部分并没有太大难度 大家可以跟我同时去做 就是我画的时候 你也可以开始画这些 清完键的话 那么画这个细节就可以 如果你做完了 那么你就花点时间看我画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我已经画完了 我那个那个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我那个那个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我刚才能看过这个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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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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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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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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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个作品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需要我帮你看作品 给出一些建议 你可以打开摄像头 好看到eason的作品 非常好的 你这画子跟这个人物 luxury 有点差别 但是特别像 那个工奇骏的一个动画片里 叫悬崖悬崖上的金鱼里边 你就画你画的就跟那个片子里那个 我觉得几乎一模一样特别好 你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找来那个动画片看一看 悬崖上的金鱼 悬崖上的金鱼鸡或者叫做 或者叫悬崖上的金鱼 非常好看的一个片子 你画的跟那个人物特别像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喜欢 那个那个动画片 其他人还有需要帮看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 非常好 Emily这个好 大家你先别惯啊 看一下 他改动了一个这个玩具 是吧 可以啊 完全可以 而且你头上还加了一个这个小的细节 在头发里 显得那个头发 他把那个头发画得有点像树一样 是吧 里面藏了一个小动物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卡通内容里面的一些惊喜 就是你细看 这里有很多好看的东西 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呢 卡通动漫插图都特别爱用 你看他那头发里藏着一个小动物 非常可爱 特别有情节 感觉是他的宠物啊 或者小精灵的那种朋友啊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我很喜欢这作品 谢谢 我们现在看 那个我还没看到 你就别着急关 你去关 我没看到 这个叫 非常好的 稍微显得小了一点 这个东西 你看叫量 是吧 量 就last name 量的这个东西 作品非常好 稍微画的小了一点啊 画大点就更好啊 看看coner 哎 很好 很好的啊 这次这作品画的特别好 头发其实还可以再画的炸的大一点 但是整个的五官啊 线条的把握啊 特征啊 都蛮好 很好啊 手部呢 当然需要一些更多的练习 可能还能够更好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课上内容啊 coner 这个很好 刚才那个梁同学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就稍微画的小了一点 下一张注意一下大小就可以啊 idwell 我看一下 很好的啊 很好啊 设计了一个衣服 有一个图案啊 很好的 也是头发的部分 画的面积稍小了一点 画的有点紧的 就是收收起来 缩起来 再往大一点 还能够更好看 更自由一点 就感觉那个发散的这个型 更明显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进入这个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日式漫画当中的 少女漫画啊 日式漫画中比较有特征的这种少女漫画 那这个明显不再是刚才那种 那种Q版动画的感觉 虽然眼睛也很大 但明显不是 而且用了很多光影效果 光影不是我们这轮 这个内容的重点 但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一下 但不是我们现阶段的重点 我们说一下像这种少女漫画的一个基本方法 基本上来说 起稿跟那个没有太大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少女漫画当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两条线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两条线 一个是脸的中线 一个是两个眼睛的连线 也就是这张画上来以后 当然还是大的一个位置 大概的位置 然后首先上来就是脸睛的连线和中线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这个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眼睛非常明显的造型 把它画出来 鼻子这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它都省略了 是吧 眼睛的位置大小 控制好 嘴巴 嘴巴的位置大概给一下 那么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 要熟练这一条线 就是脸 脸型的这条线 然后下巴 他这个少女漫画一般都会比较用 这个比较尖一点的下巴的形 到这边 头发侧面到这 这个线离的稍微远了一点 等会收一点 收回来一点 显得脸型非常瘦 这是它比较核心的部分 这是少女漫画里面 也就是日式漫画里面 非常有特点的部分 就是画这个 这个东西画准了 其他的就都好办了 其他的完全不是问题的 你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准不准 所以这是这张作品的关键的地方 大家可以开始了 只要关注它 然后就我跟大家一起去画就可以 我就不单独在花时间 我跟大家一起去画就可以 可以开始了 然后我会把声音关掉 我们一起来画 有问题随时来关注我的份画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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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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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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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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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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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马上就到了 假期过的还是很快的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过去了 不仅仅是今天的内容 一个假期的时间 我们过了一半 下个月 我们的美术的夏令 暂时就没有了 要留一些时间 为下一个学年 我们更多的美术的特色课程 要准备新的内容 所以就暂时没有课程了 今天最后的少女漫画 这是一个基础的起稿阶段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给大家一块 一块跟大家画去演示 从眼睛头发的处理 跟前面的完全不同 我们回看一下 我们这几天天作品 是吧 完全不同的这种风格 这个更注重轻柔的线条 光影的变化 还有质感非常重要 一定要画质感 没有质感 少女漫画不能够成立 那么这种更注重的是 大的形态 就是这个发散的这种形状 可爱的这种感觉 这个属于比较传统的动画类漫画 比较像动画人物的漫画 基本是这样 前面这是美式漫画 这是我们这几天的 这周的练习 是吧 这周的练习 那么大家如果课下有时间 可以多去练习 如果有好的作品 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发给我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即使是我们的课程结束了 那么你做了相关的练习 发给我 我还是会给你一些建议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花时间 去练习你的作品 好了 我们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学年再见 如果你对我们的美术课 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给我们提出来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美术小组 平日的课程 或者其他时段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会跟大家一块 去学习各种各样的方法 好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的画的话 如果画完了 发给我看 好吧 再见 祝大家假期愉快